如果你再来使用 Canva 或者是打算使用 Canva 我希望你注意这六件事 因为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谈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都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都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打开了 Canva 你创建了一个设计 你兴奋的想尝试一下所有的功能 但是你盯着空白的屏幕一分钟了 却不知道如何开始 你在 Canva 的画布上面 去放了一些形状 放了一些元素 但是它看起来和你脑袋里面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然也不会像其他人用 Canva 做做设计一样那么好看 这就是很多新手在刚开始使用 Canva 的时候 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强茫地去使用 Canva 提供的精美的模板 让 Canva 成为如此强大的工具 它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 在 Canva 里面提供了大量的模板 当然 Canva 也是鼓励你去发挥创意 去制作出一些你原创的内容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设计师 你毫无经验 那么从零开始是非常消耗时间的 也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你可以去使用 Canva 去找到你 所在行业里面非常精美的模板 这有分享大家一个小技巧 在你来到 Canva 所谓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顶部的搜索栏 在这里面你不需要选择任何的文档格式 你可以在搜索栏里面去输入你所在领域的相关关键词 比如说你是一个美食的博主 你可以在搜索栏里面去输入你领域的关键词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Canva 会推荐给你什么样的搜索结果 你可以看到带有放大镜标志的关键词 这里面就可以展示给你相关领域的模板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浏览模板去获得很多灵感 如果想收藏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找到一个感觉不错的但是尺寸不太符合的模板 你可以对它进行稍微的修改 如果你需要找到特定尺寸的模板 你可以通过顶部的过滤选项进去选择 你不仅可以选择你想要平台的格式 同时也可以选择想要的气氛还有颜色 这个寻找模板的方式非常的好用 你还可以尝试一下Magic Design这个功能 你只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那么Canva的AI就能够帮助你选出最适合的模板 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你不能够照搬模板 虽然我知道Canva提供的模板都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们作为创造者不能够完全照搬它的设计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去适应我们的风格 去适应我们的品牌 如果你只是照搬不动的去使用模板里面的内容 就会让你的内容显得很普遍很重复 我们要知道任何Canva的用户都是能够使用这些模板的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修改 就会让你的内容和其他人变得非常的相似 我知道大家都想要在网路上面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品牌 那么就需要在你设计当中去交入一些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元素 让观众更容易的记住你 在Canva里面 你可以添加你自己品牌的所有品牌套件 其中包含了你所有的品牌视觉元素 例如标志、字体、颜色、元素、照片、图标等等 一旦你设置好之后 在你编辑设计的时候 你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将这些风格去套用到任何的设计里面 你就需要进入设计选项卡 点击品牌原地 就会看到你的品牌套件 在这里面你可以更改字体 或者是切换设计里面的颜色 使用这个方法能够让你设计里面去充满自己的个人元素 个人风格 可以非常好地打造你的视觉影响力 Canva是有提供免费版的还有付费版的 付费版的是Canva Pro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你是否应该使用Canva Pro Canva的免费版本是完全免费的 Canva Pro你需要支付12.99美金一个月 在这两个计划里面 你都可以使用它的编辑器去做出设计 你还可以使用它的AI功能 使用它的模板 使用它的很多元素 此外你还可以分享它的设计 评论它的设计 和它人共同设计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两个计划最大差异就是 你可以使用的模板数量元素数量 对Canva免费版本来说 有超过25万个模板 100多万个元素 而Pro版本有超过60万个模板 1亿个元素 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差别 作为免费版本的用户 你是可以使用Pro版本的元素的 但是如果想要下载这个设计 它就会提醒你 你下载设计里面包含了Pro版本的元素 需要支付它的费用 同样的在Canva免费版本里面 你是拥有5GB的云储存空间的 而Pro版本里面 你是拥有1TB云储存空间的 这样就能够帮助你更轻松的 上传还有储存的文件 除此之外 在Canva Pro里面 是有非常多好用的功能的 比如说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品牌原地这个功能 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去保持你品牌的执行 大家最喜欢的Canva Pro功能就是 背景一处工具 它可以帮助你去修除掉照片的背景 还有影片的背景 魔术橡皮擦工具 能够快速的删除掉照片里面的元素 魔术编辑工具 能够快速的根据你的文字 去生成相对应的图案 比较创建工具 能够根据一个原始的设计 去创建出不同的变体 在Canva Pro里面 还包括了其他非常多好用的功能 当你从一个综合性的工具来看待它的时候 它不仅能够提供很多功能 去让你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更加轻松 同时来提供给你非常多的素材库 所以我认为使用Canva Pro是非常值得的 就像体验一下Canva Pro的功能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30天的Canva Pro使用 去感受一下它的所有功能 当然Canva也不是万能的 它是有一些限制的 其中一个限制就是Logo设计 所以我想说一下 在一些情况上面 你是可以使用Canva 去制作你的Logo的 比如说你想给自己做一个Logo 但是你的经费不足 你并不想做出一个非常专业的Logo 又或者是你上课需要做一个Logo 你想要完成作业 又或者是你为一些非盈利系的组织 去帮他们制作一个Logo 在这些情况下面 你是能够使用Canva去制作Logo的 但是如果想做一个非常专业的 并且是作为你的品牌 作为你的公司 或者是帮你的客户制作一个Logo 那么Canva就不适合在这个情况下 去做Logo的 首先你实际上是不能够 使用Canva里面任何的元素 任何的图案 去制作你的Logo的 因为他们并不具备Logo的 使用许可 并且你不能够使用Canva制作出来的Logo 去进行商标的注册 这对于保护你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使用里面的字体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图形 像是圆形 三角形 矩形 使用这些元素来进行创建的Logo 这样是合法的 你可以使用你有权使用 或者是你创建的上传素材 但是你只能够下载PNG 还有SVG格式的文件 这两个格式是适用在网站上面的 但是对于打印还有PDF文件是不太适用的 最重要的就是Canva并不是一个 矢量设计的程序 这就意味着 你无法在不损失质量的情况下 去调整一下Logo的大小 或者是Logo里面元素的大小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Logo都会放入到不同的物体上面 比如说有些小的物体 像是钢笔、杯子等等 又或者是很大的物体 像是一个巨型的海报、屏幕等等 这个时候只有10样的文件 可以让我们自由的缩放 被造成这个Logo有像素化或者是模糊 基本上你为一个小的项目去设计一个Logo 你并不打算在今后去注册这个Logo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Canva去创建这个Logo 但是如果你打算今后使用这个Logo 去注册你的品牌注册一个公司 那么就需要请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或者是在Adobe Illustrator里面去经营设计 同时需要注意一下 这并不是法律的建议 如果你有更多相关的问题 你可以咨询一下Canva的支持团队 他们可以回答特定问题的细节 在Canva里面还有一个你不能够完成的事情就是 你不能够任意的创建一个自由的图形 你不能够对它进行编辑 去创建一个更复杂的曲线 或者图形等等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Canva里面 能够加入这个功能 但现在Canva并不能够做大 希望之后能够加入这个功能 我还需要提到一下Canva网站建议的功能 在Canva里面 你是能够创建一个简单的着陆页 或者是单页网站的 但是这样的网站是缺少很多重要的功能的 它不能够帮助你去销售你的产品 也不能够有部落格的选项 同时也没有SEO的功能 这也代表谷歌不能够分析你网站的信息 并且不能够锁引它 它更像是一个链接 去链接到了一个设计的页面上面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网站 就像Logo一样 你可以简单的去用它 去展示你的个人页面、个人信息 但是它和专业的网站相比 缺少了非常多重要的功能 不过我相信Canva会不断的提高这方面的功能 但是对于现在来说使用Canva去建立网站并不是非常好用 接下来说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Canva的使用许可 这次强调一下我并不是律师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参考一下Canva专门推出的使用条款 它能够帮助你去更加清晰的知道 如何合法使用平台上面的所有内容 这里使用Canva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有哪些是你能够做的 有哪些是你不能够做的 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还有你的品牌 同时也能够尊重这个平台 以及为这个平台做出贡献的创造者们 你不能够重新销售未经修改的模板、图形等等 我在很多其他的网站上面 像是Exit上面 看到很多人去转售Canva里面完全一样的模板 他们一点都没有修改 这是绝对不行的 另外你可以使用Canva里面所有的照片、元素、字体、图形等等 去打印到你的产品上面 并且进行销售 比如说你的商品、钢笔、杯子、T恤等等 但是你T恤设计上面只有一个Canva里面的库存照片 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元素 没有其他的设计 那么Canva是不允许你出售这样的商品的 从来说Canva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新手使用的平面设计 还有影片剪辑工具 在我频道里面有非常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看这部方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个影片点个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追踪我IG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掰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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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